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 就想找一个 跟自己能够起化学反应的姑娘 爱情也是一种化学反应 对不对 现在小伙子找对象要求 也是越来越高 有灵魂上的 这还得有化学上的 是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呢 来 掌声有请这位小伙 全场热烈 有 有吗 各位年儿就是吗 要么有么挑战都将 期中观光 好清完长 忠告一根下都涌长 忠告一封解答咱的场 当我叫他说话 你都让他一场 当他欺骗我 你就挖着痛快 全军的练舞 开口连给你来 公围 大家好 我叫刘畅 来自吉林通话 我的爱情宣言是 梁师一游 小刘畅 撒娇的姑娘 我不跟你讲 有请燕子姐 哎呦 谢谢 第一位男嘉宾当主持人了 你看看 来上台上溜的一圈 现在心里有底多了 现在有底多了 溜的一圈就有底了 对 因为是怎么有底呢 最近我在家里 一直看咱们电视的节目 然后最近有几期 一直放的是16个男嘉宾 我正在看的时候 然后咱们便脑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参加这节目 我心里特别没有底 因为16个男嘉宾 我不知道选一种人 应该选谁 现在上来了之后好多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先 对 对 对 就是你看的一定是 每天生活频道16点半 播的那个重播节目 大家好多人都误会啊 实际上咱们全程热恋的首播 是每周日晚上 那个是首播 对 对 吓一跳是吧 对 对 对 这16个小伙 你说我上去 我选谁呢 对啊 最后你咋决定的 后来咋决定的 我先打电话 我先来都来了 就是选男嘉宾的话 也算是生活一种经历 得来呀 就是牵手不成功 就算是活一把 是 我们也谢谢 对我们的信任啊 对 来 好 接下来16个姑娘 选一个你喜欢的姑娘 有感觉的 画写公式 小伙子这个书写的这个 这个频率 好像在写一部小说 样子是看不懂了 还是算不出来了 我一看不懂 二算不出来 做这个节目都老丢人了 数学 数学不好 语文 语文不好的 就没有一个好的 对 然后到现在 根本都不知道 写在哪里哭了 对 是 特别想知道 等一会儿他 最后我们要揭晓 一周人的时候 我看看我们的后期导演 能不能算出来 这么复杂吗 对 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找老王协助一下 来 来 来 老王 来 来 我送回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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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我这么多年 知识的积累 对 我看一下 怎么可能算不出来呢哟 这样 等一下 我们看最后大屏幕揭晓 哎呀 小伙儿啊 你这是火星闻资吗 不但我丢人 你也跟人一起丢人 你是一个大家都崇拜 老王知识援博 你看看你 砸了 我特别现在 为咱们大屏幕的控制员 对 就是现在操心呢 对 我特别为他为难 究竟他怎么弄呢 你确定选的这是一个人是吗 数字是吗 对 我确定是一个数字 是一个数字 好吧 来 看一下刘畅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畅 今年25岁 在童话经营家辅导班 现在自己有一套 150个小套子 当老师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高考的时候我考了540分 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 当时就想报一所示范类院校 但是最后在家里的强迫之下 还是报了东北国际大学 顶着所有勤勤的反对 我毅然居然地来到了北京西东方 当了一名化学老师 实现了我的教师梦 工作一年之后 选择回到通话 给盖一下自己的付款 月收入一万 像我这样年轻有活力的 小刘老师 你们喜欢吗 难怪是一位化学老师 刘老师 谢谢 这能知道了 刚才为什么出的题这么难 都答不上 来 九号 刘十一 不是 新东方 不是烹饪学校吗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 给你们讲一下 我当初去北京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我你要去参加什么工作 我说我要去新东方面试 然后人家就说 你是要去当厨子吗 然后我朋友赶快帮我解释 他不是当厨子 他是去当老师 然后那人说 是去教厨子 所以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 新东方就应该是个厨师学校 大家平时听新东方打的广告 打得挺狠的 那个什么新东方烹饪学校 是吧 就跟他这个新东方是两个 他是教育机构 两个学校 大家有的时候真得区分一下 就好比蓝祥呢 就是学挖掘机的 那红祥呢 那就是卖玉米种子的 是不是 哎呀 这个高啊 哎呀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多了解一点也好 一面误会 是不是刘老师 是是是 还是王哥专业 谁哈 黑牙 那个我就觉得化学老师挺害怕的 就是你比如说我人已生气了 然后你不会化学吗 你能不能就是明天给我下个毒啊 后天给我投个药啊 然后我也死不了 然后你折磨我 你就是怕我弄点什么东西 放进保温杯的时候让你喝了是吧 对对对 其实按理说的话 这些东西化学老师可以做得到啊 哎呀 吓人了 真的 但是好在我杀心没那么重 可以慢慢重 不是 你不杀我 你折磨我 你得有多大的被迫害妄想症了 不是 我本身我就愿意气人 然后你说我一天天我也挺气的 你说没事我就捅过他一下子 然后他就拿破温杯就放了水 给你喝 然后我就刮我就走了 然后他就 然后我就躺头上动不了了 然后过来第二天我不会说话了 哎呀 你太有画面感了 你拍个 你能拍个电视剧我跟你讲啊 就我特别愿意看那个悬疑片嘛 就是心里血啥的 这那的 那杀人呢 给那个尸体 放到那个什么隧里呀 就一泡就剩骨头了 骨头再放什么虫一咬 完了那个骨头也没了 你说他这都会 你说 这样的啊 我从两个方面给你们打 就是打消这个疑虑啊 第一个你说那种药水确实是有 但是我买不到 这种东西国家可能严格管控 我肯定是买不到的 第二个你说你单纯是气人的话 气不到那个份上 你说的我那种处理方法 他开始下药了 而且还得半死不活那种 那基本的就是杀父子仇 不共戴天了 所以我就说 我说你们都想象力太过于丰富了 总结一下小伙 他们这两个姑娘 已经不属于化学范畴 能解决的问题了 属于心理范畴 对 属于心真一类了 完全是被迫害妄想了 对对对 嗯